好 只是又有政治人物 現在是被檢調單位給盯上嗎 國民黨高雄市議員 黃紹婷的住家跟服務處 在今天一早 是被高雄的檢調搜索 雖然說大門拉下 不過也看得到 裡頭工作人員 還有市調處的人員 都在翻閱文件 那檢調幾次進出 還搬走了電腦主機 雖然說面對記者的詢問 他們沒有回應 但有消息傳出 檢調這一次搜索行動 疑似是跟助理費有關 高雄市議員黃紹婷 服務處大門拉下 不過裡頭燈火通明 還有不少人 有人坐在沙發上 一臉嚴肅 後方辦公桌 也佔了好幾個人 正在翻閱文件 查到什麼嗎 查到什麼嗎 帶走什麼東西 二十六號一早 高雄檢調大動作 繽紛多路 來到黃紹婷的住處 以及服務處搜索 還多次進出 甚至搬走了電腦主機 因為傳出 他疑似涉嫌 炸領助理費 不過這點黃紹婷 手機轉語音 而檢方則不願證實 表示暫時無法說明 一級評論 當然有點擔心 我想趕快跑過來 到底什麼一回事 從來沒有聽過 從來也不相信 也不可能 有這種事情會發生 請問一下 你真的允許有瘦肉筋的豬肉 進到高雄市來 而不顧高雄市民的身體健康嗎 五十四歲的黃紹婷 曾擔任台積電柱 美國接觸經理 從政之後 連任多屆市議員 問政風格犀利 被視為戰將型人物 前一天他還在臉書發文 關心高鐵難言議題 現在卻傳出了助理費風波 也讓不少支持者 幹來關心 華視新聞簡易林高雄報導